17号苏丹前总统巴西尔的家人透露 巴西尔在当地时间的16号晚 被从住处转移到苏丹首都喀吐木 一处高级别监狱 据喀吐木这家监狱方面的消息 巴西尔在监狱当中将会被单独关押 本月的11号苏丹国防部长伊本奥夫 宣布推翻巴西尔政权 将巴西尔软禁 并于当天成立过渡军事委员会 负责执掌国家事务 17号乌干达外交部国务部长 奥凯洛奥里耶姆表示 乌干达愿意为巴西尔提供海外政治庇护 但是巴西尔目前还没有和乌干达方面展开接触 而苏丹过渡军事委员会方面则表示 希望能在苏丹对巴西尔进行审判